由布袋戏国宝大师李天璐创立的一晚然掌中剧团 2011年开始在台塑企业王瞻样公益信托赞助之下 巡回全台湾进行公益演出 在7月15号、16号两天是来到了凤林郡美好花生艺文空间 还有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以及熏陈香的花草及艺文空间 带来不同的掌中戏码 推广传承台湾在地文化特色之余 也让大小朋友们在炎热暑假午后 可以观赏体验布袋式的乐趣 暑假炎热的午后 15日下午在松原别馆的小木屋 乘来阵阵敲击乐器的旋律声响 一晚然掌中剧团公益巡回 15日上午在花莲凤林镇美好花生演出后 下午来到松原别馆带来不同戏码 判官省石头 90分钟的掌中戏友演出 大小朋友看得不亦乐乎 主要是以推广为主 包括教学跟表演 另外也有一些新戏的一些创作 这几年主要是有台售企业在赞助 然后他希望我们在做 场次会比较多 是希望安排在一些偏乡 或是一些社福机构等等的 那花莲这边只要有机会 有适合场地的话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安排 就是会来一趟这样子 说真的有一种 我最高兴就是我孙子 我三个孙子 他有继续在这个集团表演 有两个是前场一个后场 对 我很高兴就是说 我孙子我没有强迫他说 你一定要从玉碗然走过去 他自然就很喜欢就 玉碗然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成立于1931年的 玉碗然掌中剧团 创腾团长李天璐 以掌中戏友 婉然若真之易为名 1970年末期 受邀世界各地演出 为台湾纯统布袋戏 成功宣传 成为国际知名剧团 尽管国宝级大师李天璐 在1998年逝世 但在赤子李传灿 不然李蔡素贞 和第四代李一贤等人的接放下 继续传承精进台湾传统布袋戏 最早期的时候 因为宋元刚开始 我们经营的时候 就邀请了一万人 他们那时候演的戏码叫做 黄鸣戏 暗马天狗 那就是讲述他们当时在日本时期 他们只能用日文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所以在那个十多年前 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一直到现在已经到第三代 第四代了 那我们还是跟他 接续他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松原别馆除了 比较静态的这些文区活动以外 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跨领域的一些活动 能够在松原 2011年起在台塑企业 继王瞻样公益信托赞助下 剧团持续到偏山或社福机构 公益巡演 上隔十多年再回到松原别馆演出 随着时代变迁 带来的戏码也融合 时事和国台语等语言的发挥 并邀请小朋友实际操作戏友 体验基本操作 拉近和观者的距离 也传承发扬 传统布袋戏的文化内涵 记得讲邦雁华理事报导